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病确实是很苦 人家一个残,我是两个残 一个肉脚不能走路 还有一个屁股担 或发水泡,牛龙 现在就是生活什么都很不方便 走路都是早在地上爬了 衣服都是卸制 说在2012年的时候 认识李成国师傅 从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帮助我 给我里头发,奶给我吃 牙齿不好嘛 基本上都是吃泡面 等到我们去的时候都会给他带晚上 又会带他出去外面玩 去海边啊,去看电影啊,去古浪漪 我真的亲眼看到那古浪漪的土地 我非常感动 希望说能够带着餐鸡人 能够走出家门 然后能够让他去跟社会 更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接触 不离不弃了这么多年,三四年这样 不管是什么节日还是太阳出来 就想起任务 别怕带去晒晒太阳 我们可以去关注这些弱势群体 能够去为他们的睡觉当中 生命当中去增加一些色彩 我好像没有禅机了 有人走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我感到很幸运 真的你可以去体验很多很多种不同的人生 那这个对于我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幸运的一个字样 我觉得我收获了非常多